那有些不需要,像这个下载当日行情表,这个部分后面会再讲到,从网路上捞资料 那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有一个,第一个当然你就做一个清单吧,你要下载的那个网页的清单 那再来就是按个按钮,资料全部都帮你下载,而且会自动帮你新增工作表,帮你把资料捞下来 这些应该不是很困难的,那这个部分的话,看一下我这边好像有个完成的demo 我有的时候,网路也很重要的,有时候那个网路的频宽不足 那之前好像在哪个地方测试的时候,发现那个频宽有点卡卡,所以会慢了一点点 也就是利用它可以直接从VBA去捞网路上的资料 但是捞资料不是无线上纲哦,有些你要登录账号密码的 有些资料可能就会有点问题 大部分就是,如果它是开放在网路上的,那那个捞是不会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不是的话,恐怕需要比较特殊的方法 这个特殊的方法就是难度会更高 因为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它那个捞的时候,它要下拉之后,按个确定它才会重新重整的话 那你就麻烦了,因为那个你捞到的就是它不会重整的 所以怎么办呢?你必须要学会模拟它下拉,然后模拟它按按钮那个动作 它会重整的嘛,然后你再去捞重整之后的资料,那可想而知难度当然更高 因为就要模拟那个在IE浏览器里面,去控制IE浏览器里面物件 然后让它去做那一件事情 所以听起来应该是,不过有一些范例啦,我之前也做过了 或许之后也可以拿来补充一下,因为大部分好像同学对这个也更有兴趣 但是难度当然一定是有 好,这个应用其实还蛮多,这里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大概就是,也许大概就是这样啦,底下已经有下载了嘛 水泥大概就是从Yahoo的那个,这个是从Yahoo上面去捞的 所以你们到那个Yahoo股市应该,大家都应该还算熟悉啦 就是你可以到Yahoo股市,Yahoo的股市的当日行情 那当日行情里面呢,总共有这么多类 水泥一直到,到这把,受益证券等等的 那每一个点进去,它就是有一个表,对不对,有个table 那可是问题,如果你希望可以这样子,我给它一个范围 就是这一些,它自动帮我把这一些,我只要在VB按个按键 它就自动帮我捞到VBA里面,并且呢,变成一个 一个的,有没有,这个,这个 那当然因为我还没做那个颜色啦,那你格式设定那些 你可以自己再加上去,或者是判断,这下来的资料 有一些不要显示,也可以的,不过那个是你后面的 这个动作,那主要就是说,你要如何按个按键 自动帮你把网路上面的资料,给拉下来 不过前提,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前提是这个资料本身 它上面会有个连结,有没有,水泥进来,上面有个连结 然后呢,进来下面一个这个食品,上面有个连结 那我必须要,假设啦,我们第一个还是要先做一点前置作业 因为它只要有个网址,我就把这个网址复制,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的股市当日行情的总表 水泥贴上,食品贴上 那也就是说,前面还是要做一点苦工啦 OK,那当然你不做苦工也没关系 你要去分析,问号后面的东西 也可以啦,问号后面的东西 因为你会把问号后面的东西,它也是一个逻辑 一个在那个PHP,这个是PHP写的 PHP的一个,算是一个网路的一个传递一个引数,一个参数 那你如果知道这个参数的结构,那也可以自动去产生 不过如果不知道没关系,反正就先简单一点 贴上,因为我这边已经帮柜贴了 总共有这么多,所以我就把它贴贴贴,贴这么多了 所以第一步还是做一点这个前置作业 第二个的话呢,先把旧的先删掉 删除刚刚讲过了,其实都一样 有没有,除了第一个以外,通通帮我把它删掉 再来的话呢,批示新增 那因为我是阶段性的,你要做到这一些事之前 你可能先要知道,如何按按钮,自动帮我把这些 类鼓的名称自动产生一个,但是第一阶段是空的哦 还是空的,按下去,里面有了,又再切回来,里面还没有了 所以分阶段,所以我刚刚讲过了,我最早是直接就从头讲到尾 可是很多同学已经昏倒了,后来我发现好像没有办法一下子 所以我就把它拆开来 我们第一个,先了解如何批示新增 不过了解批示新增之前,你干脆回头看 如何新增,如何新增的话呢,就是许值物件 这个许值物件,许值物件很简,应该可以理解吧 就是在eSale里面的工作表 那记得要加S哦,跟Sales一样,Sales不是都加S 对不对,也就是说它有很多工作表,不是单数的 的一个工作表的物件 然后呢,它的有一个方法叫Add Add就是新增工作表 特别是Add的话呢,后面要告诉它说,你是要放在前面 还是要放在后面 所以这里的话,一定会多一个叫After 或者Before 所以,回过头来讲,你怎么知道许值能做什么 很简单嘛,你就把这边按F1 它会跳出一个叫许值物件 里面的叫做什么,物件的成员 就是属性跟方法,看一下大家就知道了 不过它真的没有出现哦,应该理论上会自己跳出来才对 如果没有跳出来,你就打一个许值物件 可以按搜寻,许值物件就出来了 那里面的话呢,到底这个许值物件呢,它能有什么通天本领呢?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个叫许值物件成员 它的方法就是这些 Add,不坏就是什么,新增工作表 Copy,复制工作表 Delete,删除工作表 不就这些嘛,还有Print out,列印 预览,选取,移动 这个是比较少用 这个是把某部分的范围资料复制到另外一个范围去 这个我有试过,好像也还可以用 但是用得到的机会稍微少一些些 然后还有什么属性呢? 就是这些啦,包含什么Application,这方面比较少用 Count,Count这个很重要 你要怎么知道,这一个工作部里面有几个工作表 有几个,就是Shit.Count 它就告诉你了,如果里面有10个,回来就10个 现在底下有这么多,它就告诉你几个 其他的话大概visible,就是要不要显示出来 如果你要把某一个隐藏起来的话 你可以把某一个隐藏起来,顾名思义 那你要怎么知道里面内容,点击它 里面就有说明了 有没有,不过这些就是说明档 它其实是给工程师看的 有点机械式的叙述 所以你也不用太认真的去看待它 你记得不要把它当闪文看 因为它完全不通顺 而且里面内容其实是很机械的 所以你要看重点 哪些重点 这个方法什么意思 会建立新的工作表 这个看得懂 图表 所以看得懂 新的工作表会成为现用工作表 这个好像怪怪的 这是什么意思 这如果以前做 新的工作表会成为现用的 现用工作 也还好啦 我据点好像不太对 算了 所以就不用去太吹毛求疵了 然后语法一定是add 后面是before还是after ok 然后大概就这些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还有type 就是after冒号 shits 刮呼 shit.com 意思是什么 在最后一个工作表的最后面 意思就是一直都放最后的意思 ok 这样应该可以看得懂 那因为我要新增这么多个 从这里到这里 所以for i 等于2到a2 往下抓 抓到这个的名称 a栏 对 a栏的名称 放在x 比如说水泥先放x 新增一个叫水泥的放这边 有没有 然后水泥的话记得 它先新增之后 名称不会是水泥 我们是重新命名 所以怎么重新命名呢 .net 有没有发现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学到几个 第一个是如何新增工作表 第二个 如何把新增的这一个最后面这一个 的名称重新命名 然后名称就是我把抓到的这个名称 丢给x x再把它丢给他 他就变成水泥 他新增业绩叫什么 工作表1 然后重新命名就要水泥 这换下一个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那就全部就新增了 OK 所以这一题第一个 但还没下载 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是在 把网路上的资料给下载 再来就是批示下载 我看一下 这个其实在网路上都有了 所以你们等一下如果要参考的话 可以从那个程式码里面稍微看一下 甚至你可以直接从上面贴下来 那这个东西我们未来还会再讲到 我只是先让各位有一个了解而已 那再来就是怎么样去下载 这个我想后面也开始讲到 我先demo一下 有各位看理论上就是删除新增 然后再来就是批示新增工作表与下载 看一下按下去 这个时候就下载了 但是你会发现 他会闪一下 闪一下 而且 因为是从网路直接及时抓的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速度很慢 他大概跑一个大概两三秒两三秒 所以有的时候 恐怕需要一个什么 让使用者知道说进度列 所以后面还会教各位怎么样做一个 进度列 什么就是大概跑百分之多少 因为如果你没有百分之多少的话 使用者会觉得怪怪的 可能会一直按 现在全部下载下载 水泥 这是今天的这些 最高最高 不过格式没有设定 那当然你自己可以再把这格式设定一下 那也许哪一些不需要的栏 你可以把它删掉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是下载 我们这个是从 我们云端上面一样是从 今天的部分 今天是03的这个 股市当日行情 这个范例 那我的范例档是放在这里 程式码就这个 把它展开来 那这里当然也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包含就是说 我们的范例档 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网址相关说明都在这里 那你们可以就是说 直接从这边 这边是删除旧的 然后新增 批示新增工作表 OK 来这里的话 我想先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先让各位了解一下 就是说 后面呢 我们是按部就班 让各位了解 怎么样去应用那个工作表 计则物件 去做后续的像新增 删除 甚至是复制移动的相关功能 去做一些大量的工作表处理 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也许你将来如果有网络的资料 可以直接下载之后 放在我指定的这个位置上面 把资料给倒进去 当然可以有新增之外 你也可以把它删除掉